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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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笑的同时能沾上一点眼泪 言顺开一生以写剧中名甚至有人将他称为中国的朱卑林 而他的成名作就是在44岁时拍摄的电影《阿贵正传》 这部电影音乐也是他人生的转抖电影《阿贵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甚至差一点与颜顺开擦肩而过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社会背景等等与颜顺开心里已经几乎猜到了两位导演的意思是不是找我去演阿贵 颜顺开想的没错 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筹拍电影《阿贵正传》 有很多人想要出演阿贵一角 报名者很多 当时导演组对一堆人进行挑选 巧的是在这之前上海芭蕾舞团正要排练芭蕾舞剧《阿贵正传》 曾经找颜顺开帮忙出点主意 颜顺开回去后带着任务看了许多相关的书籍 所以在面对两位导演的提问时他回答的也比较好 最后导演组对这些报名者进行了多轮的考察和比较 最后只剩下两位竞争者 颜顺开和郭凯敏 郭凯敏这个演员或许今天的观众不是很熟悉 近些年来他为人所知的角色 只是由赵薇 佟大为主演的《虎妈猫吧》中孩子的爷爷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郭凯敏这个演员可算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他与章鱼主演的电影《卢山恋》 是十年动荡之后首部表现爱情主题的电影 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玩戏 卢山风景区翻门新建了一座小心营院 每天从早到晚放映这部影片 2002年底世界吉尼斯英国总部 正式授予中国电影《卢山恋》 世界上在同一营院 允许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郭凯敏也一度成为了当时的大众情人 要与郭凯敏竞争 严顺开的压力极大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相问题 因为这个长相问题 严顺开可真是没少吃过亏 甚至连戏剧学院都差点没考上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多久 国产电影大多是白毛女 董存瑞 青春之歌 早春二月 这样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 而主角的长相 难得要以表堂堂 龙眉大眼 一副英雄的样子 女演员则要长相大方 不扭移作态 显得十分正派 甚至有男看王新刚 女看王小棠 男样相赵丹 又要向张瑞芳指出 而且这种长相 甚至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认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文化部在周恩来的指导下 挑选出老中青优秀演员中 最有代表性的二十二位电影明星 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 俗称二十二大明星 其中有三十年代就已经出名的赵丹 饰演过李双双中女主角的张瑞芳等 名单出土之后 明星们的大幅照片 在1961年年底 全部以标准照 冲启放大 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 乃至乡镇的电影院里悬挂 这立即兴起了一股 更为庞大的追星旋风 很多文具店都在出售这些影星的照片 当时风行的大众电影杂志上 也到处都是他们的照片 再看严顺开眼 他有一对灵活的小眼睛 倒三角的眉毛 个子不高 声音沙哑 当他的眼睛眯成一道缝 你甚至都说不清楚 他是在哭还是在笑 这样的相貌 怎么看也不像个英雄人物 顾主说那个年代的审美 让他与仪表堂堂的郭凯敏竞争 几乎可以说是毫无胜算 然而岑范导演 却倾向于严顺开 他觉得 当44岁的严顺开 披上破砍尖 戴上破骨毡帽时 没人能分得清 谁是阿贵 谁是严顺开 那么严顺开 到底是否能演好这个角色呢 谨慎期间 岑范导演 先是让严顺开 去拍造型照 又让他视镜头 之后又让他试拍一个小段 这样一次两次试拍 还不够 导演组一直让严顺开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试拍之后 又通知严顺开 到绍兴去体验生活 同时取上心的 还有上海电视制片场的 六七位领导 每次试拍之后 导演残犯 就会问当地人 严顺开演的像不像 这时 严顺开心里 就开始不舒服了 他觉得 自己的演技 没问题 而你们 为什么用我 又对我不放心呢 不仅如此 每拍完一段小片 样片就会赶紧送回 上海电影制片场 在绍兴的人 就停下来 等待审片结果 前前后后 一共送了三四次的样片 但还是难分拨住 这时 离开拍的日期 已经非常紧张了 如果再不确定人选 将耽误整个影片的拍摄 情急之下 陈范让选定的配角演员们 都化好妆 分别和郭凯敏 和严顺开两人演小品 并让上营场的几位巨头 都来审看两人的 最后一波 喂 你们说说看 咱们来绍兴都这么长时间了 领导怎么还在这做演员呢 是 这还没定 我听说这个领导啊 多半是想让这个 郭开敏来演 他形象好啊 对吧 一表堂堂的 而且现在为了纪念 这个鲁迅单纯一百周年 好多的这个电影厂啊 都准备抽拍鲁迅的作品 人家那个北京厂 现在正拍着呢 鲁迅的《商事》 你们猜用的是谁 谁啊 王新刚 就是 知心理演蔡厄的那个 对 而且人家那个常影 也准备抽拍鲁迅的药 说是打算用 冰山上的莱克里面 演洋拍掌的梁音 那你说 那咱们这边 演员志荣不能认输吧 对 你说这要真让 袁顺开来演 就拿小鼻子小眼睛的 形象上咱们就不占优势啊 是啊 我也觉得是 我挺看好袁顺开的 我觉得 郭开敏要演个正面人物 英雄人物 那肯定没问题 但这次要演的是个农民 带点想弄意识的那种 那 郭开敏真的能演好吗 这 这个我也不知道 咱们就等着领导 会演谁猪呗 等着吧 那天 郭开敏和 严顺开都戴上 毡帽 脑后 托着戏长的笑脸 身上 披着破衣衫 配合他们表演的 一干人 也非常几张 郭开敏 非常想得到这个角色 演出 特别卖力 严顺开 也毫不示弱 拿出自己的 全部家底 表演过后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 还是倾向 郭开敏 他们说 颜顺开是滑稽戏演员 而且 已经年过四十 年龄偏大 脸上 也已经有皱纹了 陈范 却坚持说 表演风格 可以在拍摄中 严格地指导纠正 年龄问题 可以通过化妆 弥补 并放了狠话 如果厂里 不让严顺开演 我就不倒了 最后 在她的坚持下 离电影开拍 还有五天的时候 绍兴的导演组 终于接到了电话 严顺开 行 严顺开当时 听到这个消息 也不知道 是高兴还是难过 眼泪都下来了 为了拍好这部戏 严顺开算是拼了 由于开拍的时间 在夏天 可拍的 却是穿着 长衫马褂的戏 严顺开经常都是 衣服吃了肉干 装花了又补 有一出戏 拍阿贵 恶极了 去偷萝卜后 翻墙逃走 这是你啊 那你叫他 看他能答应你了 听你 道具组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 真的在墙角放了条狗 结果严顺开一下 从墙上直接摔了下来 肋骨翻伤了 但他忍着剧痛 打上石膏 就继续开工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在这部戏里 还藏着一个 日后几乎为所有中国人 所熟知的演员 他就是1986版西游记里的 孙悟空的扮演者 六小林童 六小林童的父亲六林童 当时成了他们的编外顾问 帮他们修改剧本 对其中一些不合理之处 提了许多意见 大部分都被剧组采纳了 而六小林童 在父亲的指导下 饰演了剧中 一个有重要戏份的群众演员 被杀脱的活命的 夏宇 事实证明 陈范选言顺开眼阿贵 太正确了 这部影片 很快被大众所认可 当时电影在农村放映时 有很多的农民 起先不想看 因为里面有一个Q字 以为是外国电影 后来看了 都觉得讲的就是 自己身边的故事 我手里拿的是1982年 由中国电影出版车出版的连环画 《阿贵正传》 书里截取了电影 《阿贵正传》中许多精彩的剧照 封面上就是严顺开饰演的 《阿贵》和《小尼姑》的一场戏 严顺开 微微扬着头 手插着腰 表面上看起来 有一些自高自大 有些仗是欺人的感觉 但又不难看出 这个人物内心的懦弱和自卑 严顺开 用精妙的表情和动作 将《阿贵》这个人物演绎的十分到位 在这本书中 类似于这样的剧照 比比皆是 由于80年代电视 还没有完全普及 连环画 是人们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 只有那些受人们欢迎的故事 才会被做成连环画 由此也可见 这部电影 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而严顺开 也凭借此片 获得第二届 微微国际喜剧电影节 最佳男演员 今晚账奖 迄今为止 再也没有中国演员 获得过次降下 第二年 严顺开受到邀请 去瑞士电影节当评委 并去了 卓别林的家访问 与卓别林的小女儿和夫人 合影留念 有了瑞士电影节的光环 《阿贵正传》 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第一部正式参加 嘎那国际电影节的影片 这也是严顺开 第一次受邀去法国参加电影节 回忆当年 严顺开曾说 我去做了两套西装 当时西装还很难找到地方做 好不容易才在友谊商店做了两套 通过《阿贵正传》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了严顺开 然而 让所有中国人 对他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是1983年的 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 如今再回看当时的晚会 不难发现物质匮乏的痕迹 当时直播用的演播厅 不到600平方米 连话筒都没有 而且 演员演节目 也没有准备的地方 只能待在观众戏 李古仪开场歌舞的时候 从观众戏的座椅上起来 就直接唱了 观众连李古仪 燕唾叶的声音 都听得一清二楚 而且 晚会还大胆引进了观众热线 观众可以通过 四倍数的电话号码 与春晚对话 除了经费的问题之外 第一届春晚还有一个问题 是演员不足 光李古仪就唱了七首歌 为了凑够节目数量 晚会中还插播了 很多电影片段和预告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 其中有一个原因 可能会让今天的电视观众 感到吃惊 那就是 很多明星 当时不愿意上春晚 家事马上回来 家事精彩继续 当时正值待会开放初期 文艺界开始涌现一些 内容丰富 表现形式活跃的作品 但尽管如此 宣传方面的禁忌 依然很多 演员的表演 要受到很大限制 当时 央视著名导演黄一鹤 来邀请言顺勘 参加央视春晚 他身边的亲朋好友 听到之后 都纷纷劝他说 你是滑稽戏演员 参加这种说焦味很浓的演出 风险太大 弄不好会出力不讨好 有的更直言不讳 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已经是获得国际大奖的明星了 可别为了演几个小品 破坏了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然而 言顺开认为 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能在除夕那天 为观众带来欢乐 这很好 而且春晚是一个大的平台 如果能让观众 借着这个机会 了解南方喜剧 那就更好了 我手里拿的是 1983年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函 正面是大红色的封面 上面写着 1983恭贺欣喜的字样 背面写着 这场晚会的时间和地点 定于1983年2月13日 星期日晚7点15分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春节联欢晚会 敬请光临 春节联欢筹备工作组 与如今的春晚不同 1983年春晚的地点 不在中央电视台 而是设在了 人民大会堂 1983年2月12日晚8点整 第一届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 在电视上 与观众见面了 当时带有喜剧性质的小短剧 一共有四个 严顺开 一人就占了三个 严顺开这个节目 他把小品 比如像广场店 弹钢琴 这样的作品上来以后 给观众一个 平时你见不到的 比如说在收音机时代 80年代之前 它是收音机报纸的时代 对吧 它这样也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和演员 有一个面对面的 这种想象性的 这种舞台的效果 这样的小品 它上来以后 它确实是跟以前 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种观众 它的这个娱乐感 和这种兴奋度 什么 有非常大的区别 一是由电影衍生来的 阿贵的图白 没有心也好 叫起来方便 阿贵就行了 二十余当时凭借 《骆驼箱子》中 火溜一卷 而爆红的丝琴高娃 共同出演的 《云场变》 算是第一次将小品 这一艺术形式 带上春晚 而当时的领导最重视的 还是他的雅剧小品 弹钢琴 这一节目甚至被安排为 零点钟声敲响之前的 最后一个节目 然而 就是这个被领导们 所看中的节目 却在表演时出了意外 江坤看预演时 大赞精彩 但是真正到了春晚直播那天 言顺开走到钢琴面前 开始弹奏的时候 影响是开头 没能及时放出钢琴声 后面的一切内容 都没有办法 顺理成章地进行下去了 导致有一些观众 都没有看懂这个雅剧 弹钢琴里面 它是独角戏 就是它一个人在表演 但是还有双簧的性质 那个音乐应该是现场播放的 就是它在时间上 它有一个严丝合缝的配合 我觉得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以至于观众 对那一年的小品印象 最深刻的 是王景瑜的吃鸡 之后 严顺开曾多次登上春晚舞台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友 当三十人 二十个 三十个 四十个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四十个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少一个 少一个 这人也是人家买50个鸡蛋 你就给他50个嘛 干嘛给49啊 这下我说不清楚啊 我刚才什么时候 占过人家小便宜了 49做49 总不能说我刚才 偷了人家的鸡蛋 对不对 就这个故事里吧 严顺开这种演员多年的这种积淀 和他临场发挥丰富的经验 都表达出来了 而且特别适合中国人这种 日常的感受和经验 这个作品主要就是说 一个小人物倒霉到那种 非常戏剧化的程度 什么事都倒霉 喝凉水他都倒霉 其实就捡了一个蒜黄 但是这个蒜黄的引起的一系列 这个戏剧性的东西 都让这个观众 在场的观众哈哈大笑 然后笑的背后 他又有一种同情 和自我的代入感 在表演上觉得也非常好 就是把严顺开多年的那种 滑稽小品 喜剧小品那种积淀和经验 包括海派的那种 不同的风格都表达出来 我觉得在春晚这么多年的作品中 也算很经典的作品 现在看来 我觉得他超越了那个时间 现在看来他仍有一种经典性 1999年 与张凯丽出演的 爱父如爱子 那咱们就梦 2004年 与洪剑涛 小叮当 共同出演的 讲故事等 叔叔 小刘 来来来 请您好 坐坐坐坐坐 来来来 顾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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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刘来了 哎 哎 小刘 顾严好 顾严好 快坐快坐 今天啊 咱们排里班的出版 真太好了 现在报纸上网了 都夸着呢 哎 可不是嘛 那个小品叫讲故事 哎呦 我把我给乐死了 哎 就是那个 洪剑涛跟小叮当演的那个 但是那个老演员是谁啊 我觉得他演的也挺好的 哎 你们不知道啊 那是名演员 我八年轻的时候 还看过他追踩电影 阿贵圣诺 上了好几届春晚呢 我听说第一届春晚 他就有参与 对对对对 他就是和那个 私行高娃 演的那个 逛长店 后来有一年 还演个 小品叫 张三齐人 讲的就是那个 工厂的职工啊 被人冤枉了 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那个 哎 让我说呀 你们以后呀 他还能够建议建议 以后春晚啊 请他来 你们这些老年人啊 都喜欢他 还真是 张三齐人啊 在电视台里 重播的时候 我看了好几遍 给我乐得不行 是吗 这老爷子啊 本身他是学 喜剧出身的 也算是老艺术家了 像他说的 有些东西 你们年轻人 可能还不知道 就像他今年 说的那个 爷爷给你们说 粮票的故事 你们年轻人 有的哪知道 什么是粮票啊 那个 我建议你呀 小刘啊 你回去以后 有空 不看着他之前的作品 保证你乐得够呛 好嘞 我就要回去看 因为在渴望中 饰演刘慧芳而出名的 张凯丽 曾经五次登上过春晚舞台 在他眼中 1999年 他与严顺开合作演出的小品 爱父如爱子 可谓戏份最重的一个 在这个小品中 颜盛开饰演慈父 张凯丽饰演演女 这位不听话的老顽童父亲 经常受到身为教师的 大女儿的教育 当时他们进行了 将其两个月的封闭式排列 为了试验演出效果 他们经常会去基层演出 根据观众的反应 来修改作品 这时的严顺开 就像个老小孩一样 如果哪一场演得好 严顺开就笑诛严开 吃饭都能多吃一点 如果观众不满意 她的饭量也会缩减 张凯丽为了哄严顺开吃饭 偶尔碰到观众不满意的时候 也总是骗她说今天的效果很好 严顺开的性子一直是这样 据朋友回忆 虽然她在生活中一直非常温和 但只要一设计到 有关艺术创作的问题上 她就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也正因为这一点 她曾经在招生的时候 把如今的著名演员 王志文给淘汰了 严顺开一样 王志文也是上海人 1966年 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父亲是大龙机器厂职工 六岁那年 王志文得了急性肾炎 需要每周去儿童医院检查 而他的父亲一个月 也就百八十块钱工资 舍不得坐公交车 只好背着他 步行四十多分钟到儿童医院 王志文十三岁那年 父亲因为车补去世 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 尽早地进入社会 王志文在初三毕业之后 就去报告了上海滑稽剧团 碰到的主考官 就是在写剧方面 大有成就的严顺开语 据曾任上海人民滑稽剧团 团长的王乳刚回忆说 当时的王志文 具备一些当演员的基本素质 比如敏感 表现力强 也会说多种方言 但是对地方戏曲并不熟悉 再加上五官端正 喜感不强 并不适合做一个滑稽戏演员 而严顺开对艺术上要求很严 于是便只能淘汰 严顺开当时对王志文说 你干这个不行 你干别的去吧 可能会出来 严顺开不仅对前来报考的考生 刚刚入门的演员严格 他后来当了导演 指导太太万岁的时候 对著名演员何赛飞 要求也很严格 何赛飞是我国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 后来饰演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三姨探 大宅门中的杨九红被大家戏称为姨娘专业红 然而2005年灯红的何赛飞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具家南京盛海加入盛海滑稽剧团 他的这一决定几乎可以说完全为了他年幼的儿子 何赛飞在早年拍戏时不慎摔伤过脊椎 所以分娩时选择了剖腹产 但因为脊椎受过伤 打麻药会有障碍 换了好几个医生 就是没有人敢打麻醉 可如果不剖腹产的话 孩子大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何赛飞可以说是拼着性命 把儿子生了下来 从此之后 儿子就是他最大的宝贝 但是由于何赛飞要常年在外拍戏 有时候很难照顾到儿子 儿子见到长久未见的妈妈时 居然礼貌地叫他阿姨 等听到她说话时 才从声音中辨识出 阿姨是妈妈 忙改口叫妈妈 何赛飞想到自己五岁的时候 就跟母亲分开了 甚至没有母亲在身边的痛苦 便毅然决定安定下来 定居上海 来到上海后 何赛飞很快就出演了 由颜顺开导演的剧作 太太万岁 在排练中 颜顺开对艺术的执着 也让何赛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直到2007年在春晚后场的时候 何赛飞看到颜顺开 还非常热情地跑过来喊 颜先生 颜顺开看到之后也很高兴 之后还跟人说 当时何赛飞化了妆 眼睛旁边再贴上鱼鳞 真是漂亮的不认得了 虽然何赛飞此次表演的节目是乐剧 并不是滑稽戏 但颜顺开看到上海演员上春晚的 越来越多 多少也有点欣慰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 谁也没有想到 2007年的这次表演 竟然是颜顺开 在春晚的最后一次亮相 2008年 央视春晚剧组三顾茅独 请颜顺开出山 表演小品 甚至给予最高的待遇 然而都被颜顺开拒绝 想办法 领导 我跟您汇报一下 这两天我们找颜老师想他了 怎么样 颜老愿意来吗 恐怕有点难度 你把咱们的待遇跟颜老说了吗 颜老他需要什么样的待遇 他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尽量地满足他 领导 这些我都说了 颜老师介意的不是这些 是颜老师的妻子生病了 肩猪炎 果汁疏松 很严重 需要人照顾 他家的亲戚 不能帮忙照顾一下 实在不行 我打个报告 跟台里请示一下 咱们台里派个人 去照顾一下他的妻子 领导 据我这两天的观察 颜老师基本上 把所有经理都放在 照顾妻子身上 眼睛都熬红了 而且我听说 他们两个人感情特别深 颜老师自己都说了 吃爱人做的饭 比外面那些高级大厨 做的饭都好吃 而且我把咱们组 给他的最便利 最优惠的条件都说了 颜老觉得 既然上了春晚 就得对节目组负责 至少得排练两三个月呢 如果他来了 心里放不下妻子 排练也排练不好 击对作品 对家人都没法交代 这就是老艺术家 咱们的舞台 就缺这样的艺术家 有了这些艺术家 何愁没有好作品啊 家事马上回来 家事精彩继续 晚年的严顺开 在舞台上的时间 渐渐变少 他更像是一个 普通的老模业 他的孙子靠近了湖上 赫赫有名的一座 重点中学后 严顺开毅然决然地 发动全家 上下来将 方便排练读书 想了解家事更多精彩故事 欢迎和我们互动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 拿起手机 点击微信 点击发现 点击摇一摇 摇动手机 您就会进入 吉林卫视的官方微信平台 在这里您可以抢红包 抢礼品 更多的节目信息 随时发布 还等着吗 马上摇起来吧 每次到外地演出 严顺开都不忘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带上笔记本电脑 打电脑游戏 他最喜欢的电脑游戏 就是连连看 另一件事 就是为家里人购物 老爷子看到商店 连走路都变年轻了 严顺开本来可以这样愉悦地 度过他的晚年 一次表演经历 让严顺开的身体情况 急转直下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导 导 那个所有的演员 我都通知到了 就差主角了 您看 这个主角呀 我亲自去谈 导 主角到底定位是谁呀 害得您亲自去谈 我想让演阿贵正传的 严顺开老师 扮演丑居 严顺开 就是春晚演张三奇人 那个张三 他 他不是一直都是演喜剧的吗 咱们这个戏可是苦情戏呀 你仔细看 严顺开老师的表演 他其实是对人性啊 他的悲喜有非常高的敏感度的 他很了解人性 他知道什么时候能让人发笑 我记得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说 我喜欢看观众的笑 但是我更喜欢看着观众效忠带的那滴泪 能说出这句话的演员 他是一个对人生有多么高深的阅历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员我们得找有人生阅历 有思想深度的 你别看他是一个滑稽戏演员 但是咱们的戏要想拍的感人 就得找这种演员 2009年72岁高龄的严顺开 被我的丑爹的剧本打动 剧组邀请他出演其中的丑爹 汪木根一绝 最终由于严顺开 认为剧本太好了 坚持要拍 他跟家里人说 你看我 上下楼都箭步如飞的 最终家里人没有办法 同意他参加拍摄 这个演了一辈子喜剧的老艺术家 就破天荒地演了一次悲剧 然而这部戏的拍摄并不容易 有一场戏 剧本里要求 这个角色下海捡拉机 在海水中跌跌撞撞 绝望时 还要向冰冷的大海东央走 大概正是十月 海水甚是冰凉 严顺开 平时连游泳池 或者小小河都不敢去 但是为了这场戏 他还是去了 导演怕水凉对严顺开身体不好 每次严顺开下水之前 他都会亲自下水试水温 还把水里的石头弄干净 当时要拍摄的时候 严顺开对导演说 这场戏该拍多久就拍多久 你们不要担心我 拍摄过程中 不要随意喊停 开拍后 严顺开偷也不回地 往冰冷的海水中央走去 演着演着 他越来越兴奋 演到最后 又急性讲了几句台词 导演喊停的时候 严顺开已经在海水中 站立了半个多小时 连路都走不了 这部戏拍完之后 正准备返回上海时 严顺开突然感觉小腿疼痛 剧组的人急忙送他到医院检查 谁知后诊时却突然中风 左身瘫痪不能言语 所信的是 医护人员及时抢救 才避免了一场危险 尽管如此 严顺开从此之后 不久就身体一色瘫痪 从此长期住院 严顺开有一个小习惯 当每一部戏演完 他总在后台抽着烟 默默把之前演的戏 再重温一遍 最后总是全团 最后一个离开剧场 由于严顺开 在最后卧病休息中 早已失去的语言能力 所以去世时十分安详 并未留下任何遗言 这仿佛是他人生的 一场大戏泄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